事前規劃受驗證 欢迎来到这一节财富长城 再次经过了一次的连续假期 那么这一次连续假期呢 开盘之后的感觉 跟农历年前开盘之后的感觉 是不是不大一样 那会有可能觉得说 老师啊 没什么行情 在这儿乎来乎去乎来乎去 所有的大波段的转折 大波段的行情 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 在时间到之前 它会让你看到 哇 原来真的有大行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去抓住这些大波段的行情 那么重点呢就来了 现在指数 今天还收在9600点 对不对 那么在9600点跟开盘盘那个9697 插看一看插一下也不到100点 大家会觉得没有行情 那也有朋友认为 真的是9600、9700了 这当然是叠面比较大嘛 对不对 只要随便空它就可以了嘛 两种看法 你要看多的你要看空的 好像都对 看多的觉得跌不下去 看空的呢 好像也不能乱做 今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轴嘛 对不对 连续4天的行情 4天的这个廉价过了 你进行的是赌博式的操作 还是规划式的操作吧 这是今天收盘的行情 最后呢 再跌了20点 再跌20点 可是就从开盘盘之前 封关那一天 走到了开盘盘 再从开盘盘又经过一个连续假期 你进行的是赌博式的操作 或者是规划式的操作 输赢 赚钱或者赔钱 这就有差了 大波段的行情谁都想要啊 但问题是 你怎么去着手嘛 规划式的操作 好 我让你看到我们的事先规划 对不对 我让你看到我们的事先规划 封关之前在2月4号这一天 导播我们镜头带近一点 在这一天 那已经告诉你 好 这个会变成一个什么 多方的时间波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照着规划 它就这样子飘了上来 对不对 飘上去了没有 飘上去了 甚至于在开盘盘之前 2月13号这一天 那我还在北中南 习生了两天 年假开了演讲会 请你来了解一下 这开盘盘的第一个动作 有什么你能做 有什么你不可以做 还有一个 这个要回撤的时间 我又在2月25号这一天告诉你 当这段行情上来的时候 我还告诉你 要等到10月16号 上来的第89天那一天 它才会去做一个回撤的动作 对不对 那2月26号才是89天嘛 时间也都是先给你算好了嘛 10月16号到1月13日 叫86 对不对 开盘盘第一天87 第二天88 最后一天 连续假期的前一天 好89 果然准时发动 跌了77点 今天呢 没有意外 再跌20点 再跌20点 好了 事后看来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你是做棋子的朋友 所有人都知道 高兴七天 他半筐 他有探100点 对吧 那不然至少 从老师 跟你预告的转折日那一天 连续两天 你空单能不能赚钱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细节嘛 你太早 不行 早一 早个三天 空在封关这一天 也不行 对不对 这个空单他到现在都还没有 还没有 他还没有回本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哪里的空单才能赚钱 是不是2月25号 跟你讲到的 2月26号开始 第二天开始 这个才是89天急速的关键 然后我不管你短空长空 反正你要踏出赢家的第一步 你第一笔要赚 总是怎么样 在这个细微处里面 你去抓准的那个时间点 你才可以赚钱嘛 今天再回撤有什么好意外 对不对 问题是今天怎么做嘛 朋友你今天怎么做 这个是今天的起子 江波图 早上 我问你开高还是开低 开高哦 还冲到了哪里 9683 还冲到了9683 那你就想说 那一瞬间你在想什么 你现在去回忆 那一瞬间你在想什么 哇大陆降息 对不对 好强啊 再追进去 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呢 多单的要停损了 放空了也来不及了 因为你在旁后就会抱怨 怕你没反正 朋友每天 你都在经历这种心路过程 每天你都在经历这种心路过程 这种就是怎么样 比较容易落入 落入那个赌博式操作的陷阱 赌博式操作的陷阱 那规划式操作怎么去做 对不对 那既然在2月26号那一天 那已经跟各位讲了 指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2月25号已经讲了 指数在这个地方 第二天 第二天 26号 才会开始进行一个什么 为89天的转折所做的一个什么 回撤码 对不对 所以你单只要打在那个地方 才会容易赚钱嘛 那只是看说你有没有按表操课嘛 或者说在今天开高 开高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把动作给做对嘛 我们有没有按表操课呢 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是老师跟你预告的 26号那一天 89天的转折 这个还是89天的转折 那一天 2月26 好 每天我们怎么做 其指965560附近 短空一笔 55 没有问题 时间 跟你对照一下 39分以后 到52分 有来嘛 再来呢 9650附近 再加空一笔 这也是2月26哦 那一天有没有9650 这个时间点 有嘛 好 也成交了嘛 最后 在2月26号那一天 空单仙市价回补一半 那为什么要回补一半 等一下我来跟你讲 当你今天事先看到了 事后你看到了 你就觉得原来是这样 但不管 我们先在当天把空单先回补一半 小赚 小胜 当天只有小胜8点 那另外一半呢 当然就抱着嘛 抱着是为了什么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还有一个弹性处理的空间 对不对 所以 于是乎 早上 开盘 没有多久 原来的空单 当然还是续报嘛 9670附近 市价加码空一笔 有没有来9670 8点46分之后 有没有冲到9670 还不只来冲到83去 对不对 所以最后杀到了哪里 刚刚尾盘最后还有杀到9615 对不对 9615 对不对 那我就问你吧 这两单 均价是在9653嘛 那一天一单小胜8点 今天重新 再把回补的这个空单 9645回补的9670再空回去 再下之一来 两单 有没有全胜 是不是 你说不是大行情 不是大行情 那是你今天看到了才知道 原来不是大行情嘛 但是在事先规划里面 好 那我知道今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行情 我要去怎么做嘛 没什么大不了 他还是要收黑嘛 所以能不能胜 可以嘛 那过年前去乱空了 会不会赚 不会赚 到现在还没回本嘛 所以终究 一个事先规划的动作 一个事先规划的动作 当然就怎么样 攸关了 你看对了行情 最后你能不能做到行情 对不对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是说 看来9600、9700 反正放空迎面一定比较大嘛 这个偏偏空在农历年前还不会赢 那细到什么程度 3D波浪跟你细微到什么程度 我今天测标给你写了嘛 其实你也一直在验证到 一个时间转折 一个就细微波嘛 那细微波要细到多细 我2月25号这天甚至于怎么样 我用棋子的分时图 来让你看到这个3D波浪的设计 好 那这样来 到了2月25 你26时间回撤嘛 那你要不要回来 你要不要回来嘛 对不对 多少你就要下来嘛 这招你会贪钱吗 那我想当然大家都期待 我要大破 都有这种错觉 就是说做多的人老希望说 我买下去之后 赶快大涨100点200点 那放空的呢 赶快空下去之后 能不能赶快大涨100点200点 万一像这种小跌的行情呢 那干脆就中压 对不对 因为只有 今天跌下来好 现在说9631 那很多人干脆说 老师那你做2比太保守了 干脆10比 结果呢 这就落入了什么 就落入了什么 赌博式操作的陷阱 你一定是按表操课 这样去做 我给你看到说 我们在元月份的操作里面 在433点 那个不是说一次5比 4比这样去做来的 你如果一次5比4比 那总共加起来 那也才赚个90点而已 每一比只能赚个90点 80点了不起 剩下是用赌来的 对不对 因为压了很重 这个行情你要压什么重 你就一步一脚印这样去做 对不对 今天不也就是这个道理吗 不也就是道理吗 那老师 这样子操作 它有什么好处 我等一下再来给各位看 在历次的这些重大转折里面 不管它是下跌也好 反弹也好 你每一次 每一次的操作 你只要能够在这个细部里面 去抓到了那个细微波的脉动 那你就会像我们一样 比如说这一波空单的操作 你就很轻松 不然你上个礼拜空单满仓 就会这样扶起来 可能 对不对 煩了整天 補掉后才又下来 就很多时候 其实是心里面的问题 心里面的问题 在3月21号开课的这个3D波浪 实战班 这课程理论里面 会有很多时间来跟各位探讨到实物方面 实物方面 你为什么 常常说很多看对了 可是你没有做到 对不对 原来是被细微波给扫出去 原来是时间还没有到 动作做太早 对不对 那你本来也可以像我们 这一波 这个短波的操作一样 也是可以赚钱 空的时间还刚刚好 天不巧 你没有3D波浪的技术 你就是早空了一天 要不然呢 像在这种细微波波动的时候 那你就跑出去了 对吧 那不是好可惜 所以老师有这个技术 老师要传授给你 那你要把握机会 还是3月21号礼拜六 3D波浪的实战课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广告时间 赶紧把电话给播通 下个阶段 我们继续回来看看 大转折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轻精细的科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订阅电视运达情达 快点扔尔子 超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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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三字頭 機會不再有 全民買得起的 超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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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在封關之前 已經跟各位說了很多次 今年操作了一個重要概念 以虎年接兔年那一年為界境 然後這個形成的 這個是馬年要去接陽年的第二個頭 那一看到這個行情 大家覺得說 對不對 空方也會覺得說 欸 這個大條的 路來一定大條 對不對 最後殺到6600點 有大條嗎 大條嘛 不過 你怎麼賺到這個 你回想起當年 那你也不容易啊 你沒有事先規劃也不容易啊 對不對 它中間一樣有這些複雜的做頭過程 它沒有那個複雜的做頭過程 它是要怎麼出貨 所以你回想起說 你要大行情 你要大行情 過去 能夠給各位看到事先驗證的過程裡面 我拿7月15號這一天來講 那一天我是講 已經進入時間滿足 你千萬警戒 但是在7月15號那一天 之前 甚至於到了當天為止 都很麻煩 沒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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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還像今天這樣子 欸 好幾十家掌停板耶 那真的殺下來的時候呢 你敢會負 賣負嘛 對不對 你空太早會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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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這一天才可以嘛 對不對 大行情 跌下來 跌下來 你看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這已經行情過了嘛 行情過了 他沒有放空 他只好怎麼樣 等著去搶反彈嘛 搶反彈 你不等到我跟你宣告 8月13號這一天真反彈 你才開始嘛 對不對 多少人在這裡給我洗出去 來打破我們金融帶經典 這邊被洗掉洗掉洗掉了 等到彈上去了 還沒做到 還想要放空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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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你不也是要等到老師在9月4號跟你講的 僅防21天每台轉折 誰說中秋不變盤這一天 這撩盧叫大行情嘛 所以今天同理可證嘛 對不對 誰不知道 你說9600 9700 這個是高點還低點 這應該是常識問題吧 對不對 那一條大魚擺在你前面 你想吃別人也想吃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吃到第一口 有魚刺被嘎到了 第二口又有魚刺又被嘎到了 到第三次 又被刺到 又被嘎到 那我問你 你這條魚你還會想吃嗎 不要說吃得到吃不到了 那你不想吃當然就吃不到了嘛 所以一定要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好我們要先從贏家的第一步開始 對不對 從贏家的第一步開始 你要遵守這個贏家的紀律嘛 對不對 今天就讓你看到說 好 連續兩天 連續兩天 老師跟你講的 這個89天的回測你去空 奇怪 就真的會賺錢 真的會賺錢 但是後面呢 這行情真的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我先跟你預告 這個禮拜有大行情 這個禮拜有大行情 當然少不了 在那一天開始之前 還是一樣會上下亂少 那這個同步的訊息 我仍然請你把握 3月21號這一天的課程 你尤其不能錯過喔 所以廣告時間 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把握本週的大行情 把握3月21號 三立破浪的實戰課 謝謝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哇 哇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大池摩天輪館 冬日購物節 挑戰全年最底價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買齊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參加冬日購物節 沒有 噓 最大都會有一些 royalty